有一个人死了 他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生命如此短暂 这时候他看见佛祖手上拎个箱子向他走过来 佛祖说 好了 我们走吧 男子说 这么快啊 我还有很多事件在人间没有完成的 佛祖说 很抱歉 你的时间到了 那个男人问佛 那你这箱子里是什么 佛祖说 那是你的遗物 男人疑惑地说 我的遗物 你的意思是我的东西 是我的衣服和我的些钱吗 佛祖说 那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你的 它们属于地球的 你带不走的 这个男人又问 那么这个箱子里 是不是我的记忆啊 佛祖说 不是 它们属于时间 这个男人又猜了 那是属于我的天父吗 不是 它们属于因果 男人问 难道是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吗 不 孩子 他们属于你在人间走过的旅途的原本 这个男人追问 那么是我的妻子和我的朋友吗 佛说 不 他们是属于你在事因缘 男人说 那一定是我的躯体 不 孩子啊 你的身体也是属于尘埃的 最后那个男人肯定地说 那一定是我的灵魂 佛祖淡淡一闪而过说 孩子 你完全错了 你的灵魂属于我 男人 眼含着泪水从佛祖手中 结果打开了箱子 一看 里边空空如也 他泪流满面 心碎地问佛祖说 难道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吗 佛祖说 是的 我们人在这个世间 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 那么什么是我的呢 你活着的时候 每一个瞬间 那就是你的 在人间 生命就是整整 紧紧的一瞬间 所以我们要过好它 热爱它 要珍惜它 活着就是成功 活着就是胜利 挣钱 只是游戏 健康 才是目的 解脱 才是真谛 要珍惜你身边的人 哪怕仇人 这个世界的定律 是以减法为主的 过一天 少一天 哪怕你仇恨的人 你见一次 也是少一次 所以你把好的善良的物品 好好地珍惜 你可以延长你的幸福感 和延长你的生命 人 人这辈子要记得感恩 三种人 能跟你同甘 共苦的人 在你跌倒的时候 能够把你扶起来的人 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记住了 对你好的人 你一辈子都别要忘记他 经常骗你的人 你一辈子都别教 清晨的粥 比深夜的酒好喝 记住了 骗你的人 比爱你的人会说呀 别人猜你的台 你装作不知道 这是聪明人 别人捧你的场 那是好朋友 经常批评你 又肯帮助你的人 那是贵人 帮你百次不计恩 半次没帮他 救济恨 这叫小人 有一样东西 比能力更重要 就是人品 就是道德 有道德的人 才会有福分 所以佛法 让我们福会双修啊 有道德 都报答应 有道德